在明白这伟大的幸福计划后,我们都有机会,也有责任帮助人们,恢复对家庭的信心。 在许多方面,我们的责任和那些从事医药或科学研究的人很类似。 他们运用已经确立的法则,想办法解除痛苦,改善生活品质。 在宗教信仰方面,有信心的男女也能运用一些经过验证的原则来协助治愈忧伤的心,使受困的心灵恢复希望与信心。 科学家能够获制成功,是因为依循了一般所称的自然法则,依循这些法则自然会产生作用。 但这些法则并不是过去或现代的这些伟大科学家所创造出来的,他们只不过是发现这些法则而已。 使徒保罗在一封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,针对人类智能的来源,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。 他说,除了在人里头的灵,谁知道人的事呢? 透过逻辑推理和学习,人的知识增加了,理解力提高了。 人们运用这样的过程,找出许多理论和法则,也相信那些是真实可靠的。 人的心智在受到启发后,很清楚地了解到,生命和万物都是靠着一定的法则来保持平衡的。 发现并且依循各种物理法则,会比用其他方法更能使人进步,获得提升,并且达到更高的成就。 我相信这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观。 因此,我们有责任首富家庭,使家庭成为学习的场所, 让我们能在爱心洋溢的环境下,借着榜样的力量,来灌输这些美德。 托马梦书会想教导我们,我们应少批评青年,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榜样,回顾一生, 我领悟到,在培养良好品格所需的重要价值观方面,我是怎样学到那些事情的。 我是在哪里学习到忠诚,正直,极可靠的呢? 我是在家里,从父母的榜样中学到这些特质的。 我从哪里学习到要尊重神的女儿呢? 我是从家父的榜样中学习到的。 我在家里学习到未与绸缪的生活原则以及工作的尊严。 我仿佛还能看到,家母在无数个夜里,在家里用一台脚踏式的缝纫机, 为附近一家试鞋厂缝制鞋子。 她不是要为自己买什么东西,而是为了贴补家计,供我们兄弟上大学。 家母后来说,这样的服务,让她感到心满意足。 家父是一个睿智又勤劳的人, 他教导我如何用手锯来伐木, 如何更换或安装家用电器的电源插头, 以及许多其他实用的技能。 所有这些训练都有一项共通的主题, 那就是凡事要全力以赴, 绝不要平庸自满。 我也借着和父母讨论,听取他们的忠告, 而培养出做重大决定的能力。 除此之外,还包括责任感,为人着想, 积极追求教育机会等等。 不深美举,我是在青少年时期, 经由帕美拉的介绍而认识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。 帕美拉后来成了我的妻子, 她使我的生活从一首简单的曲子变成了胜利的交响曲。 我已经享受了67年快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时光, 其中21年,是我在双亲家中以儿子的身份享受的。 后面46年,是以丈夫的身份享受的。 最令我感到喜乐的,莫过于是成为父亲和主妇, 能有这样的人生,夫妇何求呢? 简单地说,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机会。 在保罗给哥林多人的教导中,我们读到, 像这样,除了拥有神的灵,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 然而,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, 反倒以为愚拙,并且不能知道。 因为这些事,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 科学家获得知识,主要是借着研究、实验并运用其才智。 基督的门徒,经由研读基督的话语, 留意基督的作为,实现福音原则, 以及透过启示之灵的启发而获得见证。 在人里面有灵,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 属灵的真理看起来并不像自然法则那样具体, 但它对谦卑者的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。 重要的是,我们必须认清, 自然法则并不是因为受人欢迎才得以成立。 自然法则之所以存在, 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。 同样的,道德方面的真理, 也不是从有人类才开始的。 这些真理正是神圣计划的核心。 要是能去发现这些真理, 应用这些真理, 就会为我们的城市之旅, 带来极大的快乐与希望。 举例来说, 我相信, 正如家庭自权这些文告所记载的, 婚姻和家庭是神所制定的。 经文上说, 因此,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, 二人成为一体。 我们绝不可忘记, 人生各方面的自由与幸福, 皆来自认识并遵循永恒的原则。 这些原则给了我们一个稳固的根基, 好建立起一个完整、丰盛、幸福的人生。 遵循天赋计划中所阐述的模式, 使我体会到, 何谓过着幸福的生活, 何谓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 救主教导, 我来了, 是要叫人得着生命, 并且得得更丰盛。 有时候我们短浅的眼光和态度, 使我们自己受到局限, 使我们无法享受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机会。 有人也许会问, 那么,不是在良好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人, 又会如何呢? 在稳定的家庭, 有稳定的家庭, 才会有健全的社会。 稳定的家庭能使全人类受益, 甚至能造福那些自己觉得 成长环境叫不理想的人。 至于所有过着忠信的生活的人, 我要分享海伦莱斯所写的几句话, 这几句简单的话令人内心宽慰。 神所做的应许, 永远信实不变, 因为神会履行他所应许的一切。 当你心灰意忍, 希望聚接灭习, 回想神的应许, 信心必再拦起。 我祈求我们都能够怀着 勇气和坚定的信心, 携手并肩, 一起守护家庭, 这项神所示语的恩赐, 奉耶稣基督的名, 阿们。 请不吝点赞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